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新漫改武侠剧江志,郑叶成,孙怡,郑秋红主演,行侠仗义闯江湖 动漫影视化,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像《奇魂一人之下》等漫改剧,在网上的热度和呼声非常高 尽管众口难调,但不得不说,漫改剧在原著作品热度的基础上影视化 这一点就足够吸引大众的目光 近日,又有一部漫改武侠剧即将强势来袭 它就是一念永恒 原著是2016年发布在起点中文网的小说 热度空前绝后,短短半年时间就机身原创文学风云榜前三甲 随后在2020年推出了动漫《一面永恒》第一季,同样吸引了大批粉丝的目光 在网上拥有超高的人气和热度,影视化自然也是大势所趋 该剧由著名导演谭友叶指导,张霄,上梦露担任编剧,由郑叶成,孙怡,刘海宽,郑秋红等演员联媚主演 共同为观众呈现一部古装奇幻武侠世界 该剧讲述的是生性善良,无拘无束的山村少年白小纯 意外结识了一群身怀绝技的小伙伴 几人组成行侠仗义小队,开启了闯荡江湖的旅程 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小纯逐渐变成了一个有热血有担当的少年英雄 他摧毁了天尊的狼子野心,恢复了和平,也收获了爱情 山村少年白小纯游正叶成出演 他七岁开始学习京剧,随后考入中国戏曲学院 成为了一名舞生,多年的京剧舞台经历,造就了他一身本领 转战影视圈之后,先后出演了不良人贺丽华亭 《三千压杀》等作品,梅青木秀,俊朗帅气 赢得了不少人的青睐,演技炉火纯青,好评一片 美丽高冷的诗姐杜玲,飞由孙怡出演 2013年正式出道,事业上升期,与董子健结成夫妇 低调恩爱的小夫妻圈粉无数 长相甜美,笑容阳光,颇有小花旦的气势 最近几年,他也拍摄了不少作品,像冬日暖阳金西和西等 颜值与演技军在线,尤其是古装造型更是深的大众喜爱 古灵精怪的公孙婉儿由郑秋红出演 2011年,参加快乐女生选拔正式出道 能歌善舞,长相甜美,是一位难得的全能型艺人 在今年热播的甜宠剧《陪你一起好好吃饭》中 他饰演喜爱美食苏可兰一角 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欢,灵动的眼睛,亮丽的外形 俘获了一大批观众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